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计划向2024年回流Nutern韩国的先进战略产业和关键供应链的公司注资1000亿韩元,较2023年增长了75%。 企业减税期将从7年延长至10年,并将得到45%的Nutern投资补贴。 1月底,韩国工业部投资政策官Park Diakyo在访问半导体原件制造公司SimTech的青州工厂时,解释了韩国政府的支持体系。 SimTech主要为半导体和行动装置生产印刷电路板PCB。 2023年5月被选为Nutern企业。 韩国政府正加大对这些先进战略产业和关键供应链领域高附加值公司的支持力度,以刺激Nutern投资计划。 尤其是拥有半导体、显示器、二次电池和疫苗等国家战略性先进技术的Nutern企业,在首府首尔地区以外的投资将获得45%的基本补贴。 在首尔地区内的投资将获得26%的基本补贴。 在此之前,首尔地区以外的投资基本补贴率仅为21%,而首尔地区内的投资则得不到任何支持。 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对在非首府地区投资的先进产业和国家战略性先进技术部门实行最高75%的政府资助比例,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SK海力士2023年第四季及2023年全年财报引人关注。 其中,第四季营收同比增长47%至11.3055兆韩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0.4兆韩元,毛利润为2.23亿韩元,同比大增9404%,毛利润率为20%,为连续第三个季度回升,营业利润为3460亿韩元。 好于分析师预期的亏损1699.1亿韩元,营业利润率为3%,净亏损为1.3795兆韩元,用于分析师预期的亏损0.41亿韩元,但较前一季度亏损大幅缩窄,净亏损率为12%。 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3.58亿韩元,同比增长99%。 SK海力士指出,随着记忆体晶片市场需求的反弹,2023年第四季的营业利润达到了3460亿韩元,成功实现单季纽亏为盈。 这代表着,SK海力士仅花费一年时间,就成功摆脱了从2022年第四季以来一直持续的营业亏损情况。 SK海力士强调,2023年第四季用于AI伺服器和行动装置的产品需求成长,使得平均售价ASP上升,让记忆体市场环境有所改善。 与此同时,SK海力士持续实施以获利为主的经营计划发挥了效果。 从2023年全年业绩来看,SK海力士累计2023年合并营售为32.7657兆韩元,营业亏损为7.7303兆韩元,净亏损为9.1375兆韩元。 整体来说,2023年营业亏损率为24%,净亏损率为28%。 SK海力士表示,2023年在DRAM方面,公司已引领市场的技术实力积极应对了客户需求,公司主力产品DDR5DRAM和HBM3的营收较2022年分别成长4倍和5倍以上。 另外,对于市场需求复苏相对缓慢的NAND Flash快闪市场,经营计划主要集中于投资和费用的效率化。 为了顺应高效能DRAM需求的成长趋势,SK海力士继续推进用于AI的记忆体晶片HBM3E的量产和HBM4的研发。 同时将DDR5DRAM和LPDDR5TDRAM等高效能、高容量产品及时供应于伺服器和行动装置市场。 而且,公司为了应对持续成长的AI伺服器需求和边缘AI运算应用土极,将为准备高容量伺服器模块、MCR-DIMM和行动装置模块LP-CAM2接近全力发展,由此持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在NAND Flash快闪方面,SK海力士则是决定,通过以eSSD等高阶产品为主扩大销售、改善获利,并加强内部管理。 Java 2024年,SK海力士预计,2024年资本开支将较上年增加,今年将把资本开支的增幅最小化。 Java 2024年,SK海力士预计,2024年一季度,D-Rambit环比增速将位于10%至20%区间的中部,Nand-Big环比增速将位于0%至10%区间的中部,Nand-Big环比增速将位于0%至10%区间的中部。 SK海力士强调,2024年的经营策略将会与2023年一样,以高附加值产品为主,扩大生产,维持提升获利能力和效率的政策,同时达成资本支出的最小化,注重于业务的稳定运营。 SK海力士财务担当副社长姬有贤表示,尽管市场长期低迷,但公司巩固了在用于AI的记忆体等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在2023年第四季达成转汇为盈,业绩开始全面反弹。 面对新的飞跃时期,公司将引领变革并提供为客户客制化的解决方案,成长为整合AI记忆体提供者。 据彭博社日前报道,OpenAI执行长Sam Altman正在筹集资金,以进行自研AI晶片,并且可能还将建立自己的半导体生产设施。 OpenAI执行长还提出了一项倡议,希望着手建立一个全球工厂网络,以增加晶片产量,确保足够的算力资源。 奥尔特曼正在牵头从全球投资者那里筹集数兆美元的资金。 到目前为止,奥尔特曼已与几家大型潜在投资者进行了谈判。 据最近一则报道显示,知情人士透露,奥尔特曼已经与美国国会议员探讨了供应问题,并提到了正在寻求启动一项耗资巨大的合资项目,来建立新的晶圆厂。 据悉,奥尔特曼已经与国会议员讨论了在何处,以及如何建造新的工厂。 近日,据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奥尔特曼访问韩国,与SK集团会长崔太元,三星电子社长庆贵贤等半导体大厂高层会面,就AI晶片开发、供应合作方案进行商谈。 虽然相关公司并未证实这项消息,但业界多认为,Sam Altman此行是为发展,AI技术必不可缺的高带宽、记忆体HBM晶片供给、AI晶片设计技术等,强化与韩国晶片大厂的合作。 此前的消息显示,Sam Altman正与台积电和中东投资者进行谈判,已成立一家新的晶片合资企业,减少OpenAI对挥达的依赖,满足其对AI晶片需求的增长。 意味着要与挥达竞争,经济风险相当高,如果从零开发先进晶片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因此OpenAI需要资金支持。 爆料称,Sam Altman已经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王室成员Shik Tanun bin Syed Al-Nayang等人进行会谈。 同时,Sam Altman还与台积电洽谈了晶片制造事宜。 台积电是少数几家拥有尖端制程晶片制造能力的公司之一,但因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产能有限, Sam Altman需要通过谈判获得技术和产能的支持。 不过,计划中的晶片公司的股权结构还不确定,不清楚是否是作为OpenAI的子公司,还是完全独立公司。 但无论如何,OpenAI显然都将会是该赫兹公司主要客户。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